嗨大家,书一下又来到了星期五 想提醒大家,二月份的推荐书目预购将在这星期日晚上结束之外 我还想用影音档把这一次书单里的基本好绘本回顾书目再挑出来推荐给大家 这些书我希望每推荐它每一次就能有更多在台湾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读到它哦 第一本是Red House Brown Mouse 这一本它一开始美国的出版商是把它出成精装版的 然后隔没几个月之后他们又出版了印页书的版本 然后之后我都是帮大家订这一本 因为就小小的一本很可爱,放在袋子里面带出门 在等待的时候就可以陪着孩子找一下,读一下 好,我们从第一页,它说 Red House, Blue Mouse, Green House, Tree House See the tiny mouse in her little brown house 这一本的音乐书主题它上面有写说 Colors, Countings and More 所以它里面除了有颜色,数数,还有很多 像它每一页呢,你就可以让孩子找找看那一只咖啡色的小老鼠躲在哪里 那这一本音乐书是推荐一岁以上的孩子共读 不用一开始就跟孩子用英文 就用孩子听得最自在的语言就好 那我们一样可以用中文讲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房子,还有树屋 那你有看到一只小只的小老鼠在咖啡色的房子里吗 那孩子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讲解,然后去找出对应的图像出来 Blue Flower, Pink Flower, Purple Flower, Red Can you count the paddle in the garden bed? 然后你可以看,你会在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叙述都有那种有点韵律的感觉 读起来还蛮俏皮的 然后这一个黑人小女生 它黑到每次我都没有办法把它可爱的样子呈现给大家 这里说 然后这里就两个冰淇淋可以让孩子选 是要选着看起来很光滑的呢 还是上面有彩色 糖霜点点的 接下来 Red Boat, Yellow Boat, Green Boat, Pink Uh oh, Don't let that boat sink 然后可以让孩子们找找是哪一条船快要沉下去了呀 然后又有一种节奏出来 然后可以让孩子找不同的交通工具 然后搭配颜色 这一本就是它里面 打几页里面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本印页书 Follow That Truck 这本也是在前几个月开始推荐给大家 这一本啊 跟跟跟 让我拿一下 跟这一本 Robin's Amazing Box 他们就是那一种 我会想要跟这出版商买书的时候 就会想要把它们放到书单里面 因为这些书真的是 就是从书海里面让找啊 读啊 然后好不容易读到一本 就觉得嗯 就是这本了 像这个 Follow That Truck 小小孩 我觉得不管男生还女生 他们看到这种有挖洞的 然后有时候就会想要去跟着他这样子走走 那它里面的那一页 我翻几页给大家看 这里说 Follow That Truck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问题 像这里问说 Can you find the ambulance? 你找得到救护车吗? How many cars can you count? 那你可以数数这里总共有几台车子吗? Where is the truck going next? 那这一个卡车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那一样可以握着孩子们的小手 然后跟着这个凹槽走走看 然后你看它有很多插图的细节里面 我们可以让孩子看看 然后想想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像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像刚刚那本那个小老鼠跟这一本 就都好多 插图里面都有好多细节 然后是可以让我们带着孩子一看再看的 再来一页 Follow That Truck 跟着那台卡车 How many cows can you count? 那你可以数数这一页总共有多少只母牛吗? 母牛讲这样 那可以让孩子们找找 Where is the truck going next? 那接下来卡车要去哪里呢? 你看它在带着孩子握着孩子的手 然后这样子跟着跟着走 这一本就是内页的介绍 Follow That Truck 接下来呢 另外两本 我觉得新年就是要充满希望 充满朝气 还有充满力量 所以我选了两本 放进好绘本回顾书目里面 这一本是Ping vs Pong 这个呢是关于乒乓球员的故事 这一本出版在2018年 像这种小众绘本啊 它如果卖得很快的话 可能卖个一两年 它就绝版 那有一些它时间可能可以延长到五六年 所以这一本这样算一算 2018年到现在又四年了 四年 所以还没有买过 还没认识它的朋友们 听完 希望你会想要收藏一本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插图画得超级俏皮可爱 然后这故事写着 他说 他们的梦想 他们的梦想都是想要成为全世界最厉害的乒乓球选手 所以他们从早到晚都很认真地接受训练 然后他们一个又赢过一个哦 所以他们从早到晚都很认真地接受训练 然后他们成功了 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乒乓球选手 然后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嘛 好像听起来应该是结束 可是还没有 故事正要开始 but that wasn't enough the world wanted to know which player was the very best of all 事情还没结束 全世界的人还想知道 这两个这么厉害的人 那到底谁是最厉害的呢 Good luck buddy You too pal 所以他们两个互相跟对方 祝福 对方祝福 然后 Pound scores drop shot bbbb很多 Their scores were tight It was time for the game point 你看他们这样子好紧张 然后到最后 Suddenly something terrifying dropped on Ping and Pou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Only one of them would be the winner 超紧张的 已经到了最后了 Game on P knows exactly which move to do Their focus Bing wings 其中一个赢了 There had never been a happier at mummy beans in the world But there had also never been a sadder at mummy bean in the world 你看这反差有多大 一个是世界上最快乐的毛豆 然后一个是世界上最悲伤的毛豆 那故事到最后会怎么发展呢 接下来最后一本 The Kiosk 这一本有出版中文版 中文版的书名叫做小暴婷 我觉得好书 不管中文还是英文 都很值得收藏哦 Kiosk 就是小暴 就是小暴婷的意思 在国外路边就会很多 看到那种小的 然后买了很多杂志 然后糖果水饮料的地方 故事要开始咯 Oga has been living and working at the kiosk for a long long time maybe too long 你看她的这个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Oga 她已经在这小暴婷工作了好久 好久了 She greets her regular customers kindly and knows exactly what each one needs 然后她每天都会 很好地跟她 平常遇到的客人们打招呼 她知道每个人的需要哦 然后这里有好多的细节 不管是句子还是插图 然后把它一一念出来 然后大家说到书的时候 可以再细看 The man with the crazy dog buys that morning paper The sad woman searches Maxine for advice The man in sunglasses reads the horoscopes and buys lotto tickets At 10.35 each morning A runner buys a bottle of water The crying toddler can only be calmed down With the lollipop Oga knows that And the toddler knows that She knows The woman with her hair in a bun Likes fishing, cats and politics Tourists can never find their own way To the modern art museum 所以你看每天都有好多小故事上演着 Some people don't buy anything They just want to talk 然后晚上关店了 In the evenings after work Oga sometimes feel witful She can't get out of the kiosk She reads about far away places She dreams of distant seas with splendid sunset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Oga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她常常会有莫名的感伤 她觉得她不能离开这个小道庭 所以她只能透过杂志 然后去幻想 有一天 她也可以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 然后看着美丽的黄昏 One morning The newspapers are dropped off A little further away than usual While Oga is pulling them into the kiosk Some boys sneak up to steal things Hey! 有一天早上 这报纸这样子送的不够近 然后你看 她必须要这样子把勾勾勾进来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有小男孩想要偷东西 然后她就很激动的 Hey! 想要把他们抓住 然后结果怎么样了 Just like that Oga's world tips upside down 就像我们看到的 Oga 她的世界 整个被打翻了 弄到了 Oga tries to put everything back the way it was She discovers she can lift the kiosk It moves with her She decides to go for a walk 然后Oga一开始想要站起来 然后就站好 可是后来她发现 她可以把她的 kiosk撑起来 然后她决定要离开 然后走走 这一本先介绍到这